到这里为止我们Datapeaker课程就基本结束了 我们总结一下在课程上我们做的哪一些事情 首先是使用HTML来规划一个组件的基本结构 并编写出它的静态结构 然后基于静态结构为组件编写美观的样式 接下来使用JS获取组件所需要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日历的核心数据 然后将这个数据以前面编写的静态结构进行结合 并且对组件的文件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 以便用户更好的使用 最后处理组件的事件 完成整个组件的功能 那么一个组件的开发基本上就会涉及到这样一些知识点 在做完Datapeaker之后 碰到其他的组件需求 你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去做开发 为了简单起见 本课程中还有很多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也可以当做课外作业自己尝试处理 比如说如何在移动端使用这个Datapeaker 比如说当页面的定位比较复杂的时候 如何处理弹出框的位置 比如说如何标记上一个月与下一个月的日期 让它们使用不同的样式 比如说如何让某一些日期可点 某一些日期不可点 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本课程的延伸 大家可以自行总结 那么我们的课程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